首先呢,我們再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再稍微說明一下 然後接著繼續再來看那個就是後面要繼續講的,有關就是 像那個Sub的那個共用,另外的話就是有關那個 多條件,比如說多欄位啦,或者是說多條件的資料查詢,可能跟相對進階一點 另外的話呢,請各位就是再利用其他資料,再做相關練習,那其實 現在因為資料量都非常的龐大,所以如果說你要快速的做一些查詢的動作,其實是有其必要性的 那比如說呢,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針對那個 幾個相關重點來看一下,第一個的話呢,我們上禮拜主要是 326的這個班級成績的這個 工作表,如果說要做分割跟這個合併,所以喔 前面其實做的還蠻多,主要就是針對什麼 這個同一個工作表裡面資料的 分割,比如說呢,有一班、二班、三班,如果把它分割出來的話,該怎麼分割 第二個的話,就合併 合併部分的話,怎麼樣把它再合併 其實裡面的話,有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分割的話,我們用 用的方式,其實用那個篩選相對效率是比較高的 有時候把它做一個篩選完之後 比如說先篩選一班 然後再用Copy的方法把它Call過去 不過Call過去的時候,可能還會牽涉到幾個問題 包含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 這個工作表 先產生 所以新增工作表怎麼新增 而且新增要到後面 所以 所以我前面有寫過一個新增工作表 Shift.com,用那個 就是新增到後面那一個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再分別把它Call過去 另外合併的話呢,再把它全部合併 合併的話呢,其實 比較重要就是那個 Range.Copy方法 把它Call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再把它排序一下 所以排序也蠻重要的 那前面這些東西的話,前面 都有講到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前面的雲端白板稍微打開 就可以有答案 其他的話有補充一個有關那個 怎麼樣寫到資料庫 資料庫我們假設是用S資料庫的話 可以用ADO 可以把資料寫過去 不過 因為資料庫呢 目前來看 大部分同學好像需要用到的機會越來越少 我發現以前那個S資料庫用的還蠻廣泛 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了 所以 不過不管說大家將來會用到 那我相關的 參考答案呢 其實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各位對資料庫 有需求的話 可以載到雲端白板裡面的 應該是第3個 第3個單元裡面 我就有把那個ADO 怎麼樣去做那個 資料庫連結的部分 又把它放在上面 另外這邊有個 ACCDB 這個是SS資料庫 但是一定要SS來開啦 如果你沒有 電腦沒有裝SS 那當然也開不了 其他當然還有個MySQL 所以如果你假設對於那個MySQL有需求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 另外的話 MySQL這邊有環境 不過這個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如果有 有需要的同學 也不妨可以再到雲端白板裡面的第3個單元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我們後面有做一些 做兩個那個合併的練習 包含就是1到3月的合併 那合併過來的話有一些問題 合併過來之後還要把 日期改成 就是 標準的日期 或者是說你要幾月幾日的這種 文字串接 那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 把104年的捐款名系 把它合併為總表 另外的話 好像有同學問到就是怎麼分割啦 分割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跟前面這個分割到底差不多 就是你可以先用篩選 那篩選的條件的話 當然有幾種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between 就是說 第一個條件就是哪一個 哪一個時間開始 第二個條件的話 是哪一個 時間結束 那比如1月的話 就1月1號開始 那你可以 條件1的話 就是 大於等於1月1號 然後呢 後面的話 就小於等於 一般是小於 等於1月31 不過會有個問題 1月31的話 一般 2月不一定是31 那3月4 也就每個月份不同的話 那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 第二個日期 大於1月1號 然後呢 小於2月1號就可以了 就是下個月的 第一天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用管說 到底下個月是幾天的 你就是 這個月 所以 前面的日期有等於 後面的日期沒有等於 就是 後面日期小於 就可以 小於2月1號 那小於2月1號就是 1月1號到1月31號 那如果2月的話 就是 2月1號到 小於3月1號 那就 2月28 就 到2月28啦 那再來的話呢 上禮拜講到有關的 移出重複 就是 remove的那個duplicate 也是兩個參數 然後再把 這個資料做分割 OK 再來的話就是有關篩選 比如說先 假設 我要 做一個類似查詢系統 只要 單純的 想要找某個業務人員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樣 去做那個 業務人員的篩選 跟最後還有講到有關房呆 那當然我提出有關三個啦 其實 可能還有第四個第五個 你要按照 實際上你在 執行程式的時候遇到錯誤 你就需要 給他一個房呆 所以這個所謂的房呆 基本上就是 防止程式發生有bug的狀況 那什麼時候會有發 你可能實際上按照 如果假設 執行某一個 程式 出現錯誤 那你就理論上應該想辦法 把將來會可能產生錯誤的地方 把它先擋下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上個禮拜的部分 總共有 8段影片 那回去的話 可能還是多花一點時間 因為畢竟 我們有 一下子講這麼多東西 那我不知道說是不是每個同學 都可以 很快的就進入狀況 當然有可能同學 馬上可以 但有些同學可能也許消化沒那麼快 那沒有關係 最重要還是 回去一定要多花一點時間 做 就是實際上機練習 尤其是 最好是 打開一個空白的檔案 然後呢 從頭到尾按照我們剛剛講的 包含就是說 如果326這個空白檔 你可以做分割 比如1到 3班幫我分割出去 然後呢分割完之後再把它合併回來 如果可以 那表示你這個部分應該說OK的 因為程式說真的沒有幾行 所以這部分 請各位再試試看 那今天的話請各位呢 在 開啟那個上個禮拜 講到的這個 問題05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開啟這個問題 05的 這一個 範例檔 打開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上個禮拜練習就是 先做移除重複 移除重複 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 兩行乘4 這個點下去 他其實就是把這個扣過來 然後再用 remote duplicates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就兩行 那總共第1個動作的話 我先把這個稍微再把字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呢 把它改成大概 12號字好了 OK按確定 好 那這個動作的話基本上就是 先把什麼 把這個範圍 的資料 這個範圍 就是 這個c 這一整個範圍 那你也可以把整欄摳過來 摳到哪裡 摳到n之後 然後再remote remote的時候呢 記得上面這邊要有 這個所謂的 欄位名稱 所以這個程式如何寫呢 第一個 摳過來就是 range xc2到c的 2500 因為這個範圍 不過這個2500 將來你可以 自行追蹤 改成追蹤之後 的 一個變數 然後把它摳過來 摳過來的話 點copy Copy到哪裡呢 Copy到這裡 這裡的話就是 range n1這裡 OK 那第二步的話呢 摳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 這個範圍 一樣是 真的 跟這樣 摳過來的話是針對這個範圍 就是 n1到n的2500 然後加一個 remove duplicate 然後呢 因為呢 針對這個範圍裡面 它是第幾藍 因為這個範圍只有一藍 所以這個一定是1 那xl yes的話是不是有 這個所謂的 藍位名稱 有 所以喔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做 快速移除 所以以前 以後的話 如果 假如你要做那個 快速移除重複的話 那就可以 類似用這樣的方式 特別是啦 這個也不用特別 10倍啦 因為 你只要點下去 range後面點 它會出現 提示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remove 打一個remove duplicate 這邊就出現了 就這個方法 然後呢 你把它快點兩下 然後空一格之後的話 其實它會提示 它跟你講說 你需要給我兩個參數喔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兩個參數的話 第一個參數就叫colors colors 就是 你要移除的範圍 那有s的話 表示可能是多藍 也可能是單藍 那因為我們這邊 range這個範圍 只有一藍 所以就輸入1就可以 哪一藍的意思 豆點 有沒有標題 有沒有藍位名 也就是上面有沒有 有毛 業務 所以就是 x s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remove duplicate 我是建議 你不用死倍 但是 將來點下去 要出現 你要懂得去 把它找到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實不困難 點copy也很重要 因為前面我們用蠻多地方 都是用把某個範圍的資料col過來 OK col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是哪個範圍要完整 col過來的話 只要跟它講目的的開頭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只要跟它講 Range的N1就可以了 它就幫我col到這邊來 自動延伸下去就對了 OK 那這裡順便補充一下 其實也是一樣 前面常講到 就是這個 2500 這個數字呢 通常我的習慣是 會用追蹤的 那追蹤我用蠻多 就是上面加一個R R等於什麼呢 等於向下追蹤 我通常會用 A1去追蹤 所以這邊的話 打一個Range A1 然後呢 向下追蹤的話呢 就是 點什麼呢 點END 向下追蹤 前瓜阿弧 向下的話呢 XL down 然後追蹤後瓜阿弧 點RO 讓它Ctrl向下之後 追蹤到的列 然後最後把什麼 把R串在這個2500的位置 因為2500剛好是 這個字串 的尾巴 所以把它delete掉之後 空一格AND 空一格R就可以 所以以後如果說假如 你那個 要放的那個 這個資料 剛好是在 字串的尾巴的話 那你很簡單 就是先delete掉 空一格 其實就是ANDR就可以了 然後只是說 ANDR一樣的邏輯 就是AND前後都要空白 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把這個把它刪掉 重跑一下 其實結果應該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果 把它run一下 那你會發現 ANDR8 它會追蹤到的是 2500A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增加列數的話 那這個R的數字會變動 一樣call過來 所以call的話一樣是call到2500 Ctrl向下看一下 應該是兩千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remove duplicate 就是把它再移除 重複掉就可以了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有清單 所以上個禮拜這個清單 然後再來就是 分割工作表 篩選 篩選我這個地方 我先把這個 把那個舊的資料 把它先刪除掉 所以如果你要 再來跑這個 先把它刪掉 中朋友 然後分割工 就是按照這個 總共有246個 業務員 分別幫我把它切割 放在這 就有點像P4 P4的這個 切割資料 然後最後把它P4的刪掉 那就恢復了 不過呢這樣子的話 好處就是 一下子全部通通 就分割了 但是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 全部的 我們只是需要 某一個的話 那有點太多了 所以 後面 上個禮拜最後是講到 如果我只是要針對 某一個業務員 比如說我只要菜頭的 其他不要出現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 按一下這個按鈕 它會跳出input box 然後問我說 你要 找哪一個業務姓名 那我只要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它要告訴 那它自動幫我把菜頭顯示就可以了 OK 不過後來 我們有做了三個房呆 OK 分別是什麼 第一個我記得 好像就是說 我們有三個房呆 這三個房呆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雲端 白板上面的這個篩選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三個房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這邊 OK 比如說呢 第一個 已經有 業務員 比如說我今天找什麼 找菜頭好了 OK 比如說我找菜頭 那理論上菜頭已經存在了 OK在這裡 但是假如說呢 我們如果再篩選 再輸入什麼 再輸入菜頭的時候 那因為呢 在Essale裡面 是不允許有重複的 這個工作表名稱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 我們要做了一個 房呆機制 假如你沒有做這個房呆機制的話 它程式一定會出錯 而且會 出現BUG 就是卡住 那怎麼辦 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如果有一樣的名稱 我就把它刪掉 並且怎麼樣 再重新查詢一次 產生新的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是新查詢的 那第一個房呆 第二個房呆就是 如果輸入的時候 直接按確定 沒有輸入任何的資料 那就把它擋下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我找一個 這裡面應該沒有小層 可是如果我找一個小層 那理論上應該是不會有資料 但是不會有資料 假如我沒有房呆的話 它一樣會產生一個 小層 那變成就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可以讓它怎麼樣 查無資料 跳回來之後 小層也不會出現 那這個是最後我們 上個禮拜最後講到的 因為這個也有講過 而且城市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請各位 就自行 稍微看一下 這個地方應該是 在雲端白板第五頁 那待會兒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 有關就是說 如何共用Sub 那什麼叫共用Sub 主要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篩選業務 再來可能就篩選 比如說產業別 產業別 那怎麼 產業別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它其實跟 這個什麼呢 業務其實 城市 蠻雷同的 所以以前的做法是怎麼樣 以前做法可能就是把 這個篩選業務 直接再複製一個 然後叫篩選產業別 然後呢 裡面的城市改一改 應該就可以run 但是有個問題 那如果我還在 篩選產品 那不就篩選產品 那這個時候有個 很大的問題 就是城市會非常攏長 而且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 的城市好像都一樣 那都一樣的話 為什麼要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 有沒有辦法呢 就是可以讓城市 盡可能的簡化 也就是說 如果做一樣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用到 一個概念 叫做 所謂的 共用sub 共用副城市 那什麼叫共用副城市 就是說 如果這個城市 假如大家都用差不多的城市 只是說有兩個地方 可能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可以透過傳遞參數的方法 讓他改變裡面的參數 就不需要重新再寫一樣的城市 那其實這個就所有的共用城市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把 上個禮拜的部分先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 再看一下第 5個單元 第6頁的地方 OK 試試看 好 好 好